《非诚勿扰》 多少年的追寻 多少次的扣误 香愁是一碗树 香愁是一杯酒 香愁是一朵雨 香愁是一生情 年神外境有无尽 日久他乡进故乡 要不你可记得 徒弟的方向 爸爸你可知道 而你的心肠 一碗水一杯酒 一朵雨一生情 一朵雨一生情 在新疆天山山脉中部 有一片广袤的巴音布鲁克草原 草原上有一个流动的村庄 名叫塞罕托海村 汉语意为美丽的山谷 这里是东归的土耳 胡特后裔的聚居地 如今村中有235户人家 近700多人 全是蒙古族 开都和蜿蜿蜒流至天山南路 浇灌出了风貌的牧草 沿袭古老的习俗 当地的人们至今过着 竹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进入九月 烙尔府阿拉西一家 就开始收拾行装 按照传统的生活习惯 一家人正准备 由牧到秋季草场去 一片草场破坏起来很容易 恢复起来却很难 土耳护特人 在离开居住过的牧场时 都会仔细检查 把垃圾掩埋掉 尽量减少人类的生活痕迹 给草原带来的伤害 常年的草原生活 让游牧民族 早已适应了生存环境的 恶劣与脆弱 为了避免过分进塔 蒙古包周围的草皮 尽量减少对附近植被 和水源的破坏 因此无论冬夏 牧民们都要搬家 至今 土耳护特人 依然遵循祖辈的生活经验 真爱自己的家园 辗转在四季草场之上 这是草原人家特有的生活 一代又一代的土耳护特人 都是用这样的方式 走过了春秋冬夏 他们常常将一句老话挂在嘴边 牛羊离不开草原 江河离不开源泉 土耳护特人离不开东方的故土 这一句简单的话语 却蕴含了一段充满血泪的东归壮举 为了铭记这段悲壮的历史 也为了缅怀和祭奠先祖 土耳护特人用重走东归路的方式 将先祖们不远万里回归故土的壮局 以及他们曾经付出过的巨大牺牲 世世代代牢记于心 三百多年前 土耳护特先祖离开故土 向西游牧到福尔加河下游 并在那里建立起游牧民族的封建寒庭 到了十八世纪中叶 沙俄征召土耳护特人加入军队 卷入连年战争 同时还强迫他们放弃佛教信仰 改信东正教 引起族人的强烈反抗 为了摆脱沙俄压迫 当时的首领沃巴西韩决定 发动武装起义 1771年1月 沃巴西放火烧掉自己的木制宫殿 带领族人义无反顾地 踏上了重返故土的征程 向着东方前进 土耳护特人始终认为 东方是我的故土 东方是我祖先生活的地方 另外从康熙开始到雍正到乾隆 对待这批远离自己的这批人 很友好的 秦王他曾经派过一个使团 叫那个土里征使团嘛 专门到佛尔加流里 几万公里以外去安抚 所以他有个对比 所以他是这么一种潜移默化的 这种内心的扭带 这种深厚的情感指引着土耳护特人回家的方向 在东归途中 疾病和饥荒让土耳护特人损失了大量人口 有些族人对能否返回故土 丧失了信心 在最困难的时刻 沃巴西鼓励族人 他说沙俄是奴隶的国土 而东方的家园才是希望的乐土 一起期一年九月 经过八个月的跋涉 土耳护特部终于进入中国西部边境 历经艰难到达家园 而出发时的十七万人 仅于不足七万 土耳护特人付出巨大牺牲 终于实现了重返故土的梦想 东归途中 包括牛羊在内的所有财产几乎丧失殆尽 乐乐车尽数毁坏 很多人的衣服和靴鞋也都残破不堪 但是他们却精心保存了 当年清朝政府写给各个时期 土耳护特韩王的赤数 并且完好无损地带了回来 这个是非常宝贵的 这个说明他们对自己这段历史也是非常真实的 我们现在就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的话 这是一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在其中 是这个民族远离自己故土以后 对自己故乡的那种强烈的那种思乡之情在其中 土耳护特部落的东归之举 得到清朝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关注 乾隆皇帝在承德接见了沃巴西汗 对土耳护特王公贵族实行厚赏 并给予土耳护特族人细致的安置 还把一块最为丰富的草原赐予他们作为繁衍生息之地 从此之后 土耳护特人开始享受美好而安定的生活 于是他们把草原视为自己最珍爱的家园 经过慢慢的归家长路 他们从牺牲和艰辛当中学会了珍惜与知足 如今在这片长满苏油草的故土上 土耳护特的子孙们深深地感受到祖辈对于家园的眷恋之情 在他们的血液当中依然流淌着对于家园最深沉的热爱 刚刚搬到秋季草场 家里的东西还没有整理 阿拉西就要去做一件保护草原的事情了 十年前 草原上开始长出一种紫红色的小花 颜色格外艳丽 但是经验丰富的阿拉西却发现 凡是开这种花的地方 草皮都已经退化 于是他意识到 这种花对草场可能有危害 他立刻找来专家进行检验 结果证实了他的猜测 从那以后 阿拉西号召牧民们 但凡在草场上看见毒花 一律都要立即清除 手工除草需要更为耐心和细致 但是并没有人马虎应对或者抱怨 因为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最愿意看到的就是绿草如荫 生机盎然的牧场 因为有了这个草场才有了我们 我们在利用它 所以我们要保护它 它给了我们无数个好处 我们还不了它的 我们可以用保护来 更加地珍惜这片草场 这是祖祖辈辈都这样照我们的 这样传下来的 对于不远万里回到家园的 草原再大也没有人是放着私心 要管理这场草原那样子 都是集体一生活 一起放着羊 放着牛 放着麻群那样子过来的 草原再大却没有放私心的地方 土耳沫辈就是这样 实实在在不存私心的 守护着这片净土 牧民们的精心守护 也得到了大自然的回馈 牧草肥美 牛羊壮硕 牧民们就在这样美好的草原上 过着自由自在 与世无争的生活 两百多年来 托尔护特人 把当年先祖回归故土的故事 都记录在了口尔相传的 姜格尔里 在塞汗托海村 代代流传着这种古老的 说唱叙事史 假日里 牧民们总会围惧到蒙古包旁 弹奏起悠扬的托步秀儿 跳起美丽的萨乌尔灯 这是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族人 最为欢乐的时刻 吟诵的内容有的讲述历史 有的传唱礼俗 还有的歌颂着家乡的 壮美山河 几百年来 托尔护特人 一直在用这样的方式 传承民族历史和文化 传递珍爱家园的传统 也倾诉着他们的喜怒哀乐 而热爱家乡的种子 也就这样 在孩子们的心中 扎下了根 从小听着歌声长大的桑巴特 对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 当他在书里读到关于当年 托尔护特人东归的记载时 被祖先的壮局深深地打动了 莫巴西当时他东归的年龄和我一样 一个28岁的一个年轻人 回来去北京 觐见那个乾隆皇帝 然后乾隆皇帝呢 把他的部众给分成了四部 然后呢 他呢 为了这个稳定吧 他比较实大体 舍弃自己 让自己的部落 得到一个很好的生存环境呢 这也是个很大的牺牲 儿时 爷爷反复讲述的东归故事 让美丽的草原 在桑巴特的心中 深深地扎下了根 2006年 他到成都念大学 尽管城市生活比较方便 但是拥挤了人群和喧闹的环境 让他感到有些烦闷和压抑 他非常想念一望无际的草原 想念安静而开阔的自在生活 离家读书的时间越长 一种说不出来的情绪 越是涌上了他的心头 时间长了以后呢 对自己的种民族感情呢 会越来越强烈 只有你离开了家乡 在外面生活了很长时间以后 才会有这种相处的感觉 然后从那以后 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经常在 看我们这方面的历史 大学同学常常会问桑巴特 托尔呼特的东归历史 和威拉特蒙古族的生活方式 每当他讲起家乡的辽阔草原 和民族的沧桑历史 同学们都会充满惊叹 这时总能唤起 桑巴特深深的自豪感 在草原上长大的桑巴特 从前对家乡的历史和文化 并不太了解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当中 他才开始认真查阅 有关托尔呼特的文献资料 我忘记历史是被传过去 像我们的历史 我们自己不知道 我们自己不传承 那谁来传承呢 和村中很多年轻人一样 因为始终眷恋着草原 大学毕业后 桑巴特回到了家乡工作 2014年年初 当他得知 要编演《东归历史故事》时 主动参与其中 成为实景演出剧的编剧之一 短短三个月后 他就把家乡传承多年的 口头故事写成了剧本 三 二 一 起 在巴音布鲁克 《东归印象》 实景巨的彩排现场 每个人都表现得特别投入 直到今天 这舞剧依然还在不断地 调整着台词和表演 我们在这边 也没有专业的编剧的人 但是我们对这篇 这个历史呢 自己很了解 它就像长在你的心里一样 让这种东西 你必须得把它写出来 让更多的人知道 这篇可可惜的历史 让更多的人受到这种感染 然后更好地爱护 咱们这个家园 这片草原 其实正能量这种东西 必须得弘扬 因为现在这个 人呢有点信仰的缺失 所以得弘扬这种正能量 让副作能量没有空间 取得占这些人的这种性能的位置 夜幕开始降临 牧民们逐渐聚集到了 托尔沪特民俗村 一场由牧民们自发出演的 实景剧即将拉开帷幕 这里的每一棵草都见证过 东归英雄的状态 这里的每一名猫猫里 都曾演绎过英雄的故事 让思绪穿越时空 用我们清晨的心 去聆听 土耳不客人的声音 牧民们赶着家中的牛羊和骆驼 来到这里 有的人家几乎全家人都参与了表演 通过演出 人们对先祖回归家园的坚韧精神 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我们重演这个历史心理感觉 特别自豪 特别骄傲 每天都演的同样的角色 都是同样的心情 热血澎湃的 古老的游牧文化 壮烈激昂的民族情怀 穿越历史长河 感染着今天的每一位 土耳护特人 从过去延续至今 后人们不仅是在演绎先祖的故事 也是在传承民族历史和文化 深切感受着 先祖不愿万里 一心回家的决心 如今 旅游业在巴音布鲁克草原上逐渐兴起 牧民们不仅参加 东归印象石景剧的演出 许多人还扮起了牧家乐 不过 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 却并没有因此发生太大改变 牧民吧的家园在马背上 对于他们来说 牧场就是人间天堂 他们热爱绿色 热爱草原 带给他们的欢迎 同时 他们也在身体力行地守护着家园 和如今的幸福生活 反对着天鹅的叫声 拉格娃的一天开始了 每天清晨 他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给救助站里的天鹅喂食 在巴音布鲁克草原上 人们真爱家园 精心维护着良好的生态环境 这里至今保留着 2.3万平方公里的湿地 从30年前开始 拉格娃就是保护区的管护员 每个月 他都要两次进入湿地的最深处 一个人单独不能进 一个人单独进去的话 就是躲在地市地里边 就是不好住 就这样就是 保护区的人就穿清湖的时候 三四个人都一个 一进去的话 有些地方往骑马过去 有些地方还不行住 就穿很辛苦 就这样子清湖 骑马巡湖 往往要花上半个月的时间 而且这一趟行程十分艰难 有时还会遇到意想不到的状况 我们那一年进去了以后 我们四个人进去了 一块天黑了 就湿地里头 某某的那个房子还走不见了 一开始进去的路马 黑了以后就看不见了 就不知道了 没是房上了 这样的话 就完喊就没办法 就也过去 过去了以后 一个水里马 看起来能不能过去呢 一进去嘛 那就马巡进去就不见了 拉格瓦和马 不慎陷入沼泽 这让原本就迷失了方向的团队 遭遇到更大的麻烦 深夜的湿地 阴冷而黑暗 让营救工作变得格外艰难 三名队员 利用缰绳和三匹马的拉力 花了一个多小时 才把拉格瓦和他的马 拉出沼泽 最后爬起来了以后 那个马哈马的帆子 帆子也丢掉了 标牙没有了 手机上掉到水里边的 这样拖铁里边已经去嘛 最晚十几天还出来的事情 生活没有 电话也打不通 这样嘛工作人物嘛 这一个呀 我们也是干工作 也是干得那么多 还是喜欢 喜欢大自然 还是喜欢天安 这样嘛 对于师弟朴素的爱 传递着所有土耳护特人 对于家园的珍视和爱惜 正是怀着这样真挚的情感 拉格瓦在这个平凡的工作岗位上 坚持了三十年 在塞汉托海村 还有八个人 像拉格瓦一样 从事着保护大自然的工作 家人常会担心 护林员进入湿地后 会不会就永远失去了联系 但是即便如此 村里人也一直坚守着这份工作 保护好家乡难得的生态环境 和宝贵的资源 2005年 让拉格瓦的妻子担心的人 又多了一个 儿子昂秦也成了保护区的管护员 昂秦从小就听父亲讲述保护区的事 他把父亲视作英雄 他放弃了原本在州城里的稳定工作 回到草原 接过父亲的班 继续保护湿地 守护天鹅 每当在巡护工作中遇到血境 深处沼泽泥潭时 昂秦都能深深体会到 父亲曾经面临过的艰险 但是昂秦感到格外自豪 因为他已经把父辈的精神 和责任传承了下来 我们这个巴云布鲁克 天上飞的地下跑的 水里面游的全是保护动物 在我们这个草原上 生活这些牧民 全部就从小就 有意识地保护草原 生态那些 就尽力保护好草原 把这个美好的草原 留给子孙后代 让他们享受到这样的 生活环境 进入九月 巴云布鲁克草原上的气温 骤然下降 天鹅渐渐渐集中 准备迁移到温暖的地方过冬 待到来年三月 大地复苏时 来自印度 缅甸 甚至远在黑海 红海的天鹅 又会不远万里 飞回故乡 驻巢 幻语 求偶 繁衍 土耳护特人 把天鹅视为神鸟 更欣赏天鹅 热爱故土 忠贞不遗的精神 辽远的湖面 与天相连 景色美不胜收 土耳护特人 世世代代不改初衷 守护着家园 对于故土的爱 早已不再只是一句口号 和一份思念 而是落实在他们 每一个人的行动中 点点灯火 让人们仿佛回到了 两百多年前 晃如看到 土耳护特先祖们 正在长途跋涉 手指火把 行走在漫漫夜路上 他们抬头仰望 璀璨星空 满怀希望 朝着东方故土 一路前行 星光与灯火 共同祭奠 东归路上 逝去的 十万 土耳护特先祖 人们常败 这用尽血与泪 才换来的 安稳家园 土耳护特人 怀着对于 家园的刻苦 依恋和真爱 贪过了 历史长河中的 一次次激流 今后他们还将 继续用生命 守护着这片草原 守护着这来之不易的 幸福 与你越来越近 眼神却更加迷离 出道了你的心跳 却走不及你的心里 多少故事 多少传奇 谁为我打开机 多少神秘 多少美与 多少美与 把你 谁能 与我 划铀 多少卷戀 多少卷戀 我和你心情相细 总有千年 梦的万里 爱你 我和你心情相细 我和你心情相细 我和你心情相细